我長笛之所以吹的不夠好 是因為 我的拿的樂器不夠好 他之所以吹的比我好 是因為他拿的是高階的樂器 你的內心也常常出現以上兩種內心系嗎 你真的認為沒有高階的樂器就沒有辦法把長笛吹好嗎 那我邀請你一起來看看今天這一集的內容囉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歡迎來到人間貓長笛學院 等一下呢我會用 一把初階長笛跟一把中高階長笛來做 比較 那在我右手邊的這一支呢是 迪兆 的 202的初階長笛 大概折合台幣約 2萬左右 那 左手這一支呢是 Miyazawa GS 的管身 頭是 Song 底頭 折合台幣大概 35到38萬 這樣 那 等一下呢我 示範的片段呢都不會太短 因為想要讓大家完整的聽到 這兩把長笛的 表現 的細節 因為慢版是最能夠呈現 音色 差異的 部分 所以 我慢版呢 吹的部分也會比較多 那快版的話就可以去看他 按鍵的 就是表現的程度 有沒有很靈敏 這樣子 那我示範的曲目呢是 Forey的 OP79 的 幻想曲 那我分別會吹慢版 以及他最後面快版的部分 所以就來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就是 這兩把的聲音真的有差到 15倍到20倍嗎 我會聽聽看 我會聽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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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想要